上班选鞋男 球鞋舒适 但欠正式 传统皮鞋不够百搭 还累脚 是这两双德比皮鞋 脚感出色 不压脚背 不卡后跟 同时性价比也无敌 完美解决你的困扰 那我们先来看这双MRA的日落皇德比皮鞋 那首先鞋面日落皇配色与当下最火的大黄靴相似 同时整双鞋的脚感也非常出色 长时间走路也不会觉得脚酸 鞋楦经过多次调整也使得上脚之后不会出现卡脚和压脚背的现象 另外后跟处有3.5厘米的增高 也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一个增高需求 侧面的Z字缝线增加了整双鞋的一个细节 那关于尺码选择 大家也不用纠结 按照正常的运动尺码选择就可以 那刚刚说到了皮鞋卡后跟的问题 那除了要选对皮鞋以外啊 袜子也是要选对的 袜子也非常重要 那你像我最近就入手了非常多这个TREETO LIFE中长筒的棉袜有这种粗针的 然后也有这种后跟带小图案小笑脸的 非常可爱 这一款的话它更有堆叠感 整体的质感也会更厚实啊 你像黑白灰三色是最长背的 那这一款的话就非常适合春夏穿短裤中裤的时候 穿着后跟露出一个笑脸一个小细节的话 也是对穿搭很有帮助的 那然后来看这一双纯黑色的WB鞋来自卡米安格 那这双鞋的话也是我上脚频率超级高的 这双鞋呢是一个内外都采用了牛皮的材质 脚感也同样很出色 也不卡后跟 也不压脚背 另外增高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大概也有个四五厘米的增高 另外在后跟处呢也会有一些品牌的小细节 鞋带扣也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那如果你的预算稍微高一点想买一双内外纯皮的皮鞋的话呢 卡米安格之网也可以看一下